非常令人遗憾的就是 美国在安理会5月10日举行的紧急磋商中 独家反对发表主席新闻谈话 在5月12日举行的第二次的紧急磋商中呢 几乎所有的安理会成员国都支持 就巴勒斯坦局势发表简短的媒体评论 但是美国继续独家阻挠安理会发声 再次站在了国际社会的对立面 那么美国为什么要这么做 你提出这个问题 我们也想问他这个问题 不知道美方能不能很大方地回答这个问题 他为什么这么做 美国呢他口口声声说 关心穆斯林的人权 但是如今以巴冲突再起 大批的巴勒斯坦穆斯林的民众被卷入战火 遭受苦难 你刚才也说是灾难性的 但是美国对巴勒斯坦民众所遭受的苦难 不闻不问 甚至冒天下之大不为予以强烈的阻挠 与此同时呢 他却伙同德国英国和他几个 几个别的盟友 基于谎言和政治偏见 忘记联合国的民意去举办 毫无意义的社交问题的会议 我昨天也说了就是一场政治闹剧 那么他这么做 他到底有什么目的 你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